台電四月要漲電價百分之十一 連帶交通運輸全面跟著韓長 二十八年沒調整的台鐵票價確定要漲 國道客運是十八年沒漲 沒有調整台鐵是二十八年 所以也不是因為電價 國道客運它已經送上來了 短途的部分TPS已經吸收了 中長途我們會做部分的補貼 那台鐵現在是還在草泥階段 不只雙鐵韓長 五都捷運從北捷到新北捷運 甚至高雄捷運 電價占營運成本都在百分之十三到十五 地方狂喊 漲電價根本吃不消 對於北捷整體的營運是非常大的衝擊 因為我們北捷在本業就已經虧成二十一億 未來對於台北市北捷 應該要動漲或是給予各項的優惠 或是中央節電補助 電運都會來開源節流 中央掛保證若雙鐵客運調漲 TPS通勤月票一千兩百元票價 不會跟著漲將由政府吸收 蔡政府全力喊廢核 高價買綠電導致台電虧爆 工種呼籲核電應該要繼續運轉 才能穩定供電 台電在過去是國營事業裡面 算是表現最好的 過去都有英語 那到民進黨執政以後 為什麼會兩年虧十千億 那你們那個光電 烘電 綠油油的綠電都吃飽了 然後讓台電虧損了一塌糊塗 然後再叫大家來補這個缺額 補真資台電一千億 結果他還要漲我們的電價 這倒地的是一頭牛撥兩成匹 外界砲轟民進黨的能源政策 一塌糊塗搞綠電未保綠油油 讓交通物價全面跟漲 就怕再怎麼丟錢 也補不了台電這財務大黑洞 記者希望努力選 SNG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你說 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